《这个是不是评伙》 《这个是不是评伙》 欢迎收看我们第二系列的 《这个是不是评伙》 评伙计计 我是Nina 我是梓杰 梓杰 将来你有孩子的话 你会让他当艺人吗 看他想不想 但是我们今天的二整对象是新二代 不过 等等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同谋 莹莹 很大厚 谢谢 谢谢 很可爱 音音 今天我们要二整的人 跟你的关系如何 我介绍他了 他很帅 然后我跟他每天都会聊天 然后我们很亲密 对 就这样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二整的机会 会成功吗 应该会 因为他很信任我 我问到我有点兴奋 可是 今天也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对 听说是哭戏 你哭得出来吗 我可以 你 我可以哭 哭 但是我没有怎么哭 好 那我们四个一支 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二整的人 就是新二代陈奕希 长相出众的话 他参与过不少作品 包括本地电影《Wonder Boy》 和第八频道电视剧 118大团圆 虽然是一名新二代 但却不想靠父母在演艺圈的光环 只想凭着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认可他的实力 一名帅气的艺术家 如果遇到突然状况 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等不及了 终极任务 完成终极任务不然就算你输 主线人必须伪装成工作人员 把两瓶水交给盈盈和益西 如果被预期发现的话 二等计划就马上宣告失败 这个好像 有点高难度 那你去好了 男的就你去 每次男的就是 男生你去 男的也你去 好吧 那你去 那我就去 太 加油 我们今天真的很早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找过 你还没有睡觉 对吗 还没有睡觉 来了 来了 但是九点 他现在八点四十就到了 结果才是真正的态度 跟你差很远 不要这样子 跟我差一个小时 跟盈盈在聊天 所以他一到场就看到盈盈 希望他不会起什么疑心 快的时候也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欢迎我们的EP了 Felicia 现在你可以进场了 EP进场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介绍我们的EP 给云云跟益西 是 嗨 嗨 嗨 这边是益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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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对 是 是 不错 其实我的团队已经把EP 发给你们的经纪人了 你是没有收到吗 我认为我的管理员 没有开 为什么没有开呢 对不起 你不会觉得做一个演员 最基本的就是要先准备 事先 盈盈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才来面试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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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还没有开始就被骂 好 没关系 骂过后对不对 然后叫依稀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0秒自由发挥的自我介绍 那其实是需要你们做一个 20秒的自我介绍 那这自我介绍其实是想看 你们本身即兴演出的技巧 到底在哪里 好 那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其实是有说我们的组织是什么 对不起 因为她没有读了 所以 其实我们也是没说到那个组织 我们只是说到稿而已 就是这一篇 我就问了两次 前天才送过来而已 辩护 什么 觉得什么东西不对 要为自己辩护 对 不可以静静 最基本的作为一个演员 就是要先去查看 看有没有什么这些细节不在 跟你的经纪人先商量好 基本的需求 对 这些你都应该懂的 好 好 好 那既然只有你收到组织的话 那你先做一个 20秒的自我介绍 好 现在吗 好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一希 今年二十九十的身高173 那我在进入行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但是一大部分是在 新传媒的八频道拍戏 我第一部戏是《WONDERBOYS》 其实是一部英语片 所以在这三年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希望有更多机会跟大家学习 他讲话很好听 也是 他的声音 这个应该没有二十秒吧 我知道 我在想 不是二十秒 而且有一点打地打嘟 我们的组织真的很严格 不好意思 来 不好意思 可以吗 好 从上面 好 二十秒 好 大家好 我是陈一希 今年二十九岁 身高173 体重60公斤 那进入这个行之前 我其实是一个动漫者 在不同的日本公司里面 其实画了蛮多东西 一年过后才进入这个行 这行就学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发现到其实动漫还有演戏 是蛮接近的 所以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三年多了 所以希望在这里可以学更多东西 请大家多指教 我想拍一首 向盈盈自我接散 好吗 好 来 盈盈 哈啰 你们好 我是何盈盈 我今年 停 你很放松 我可以放松一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何盈盈 今年二十五岁 身高163 体重48公斤 我拍戏有四年了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被发掘的 OK 欧盈盈 你叫她停止 然后你讲说你没有注意听她重做点 对不起 我没有在注意听 讲真的 我再跟她谈一些东西 我再讲多一次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何盈盈 我今年二十五岁 身高163 体重48公斤 就讲说你可以学易烯吗 自然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听吗 因为没有那个爆发力 所以我就没有在注意听 对 你可以比较自然一点 你可以不要这样滴 就和易烯一样 好 自然的表现就可以了 好 大家好 我是何盈盈 我今年二十五岁 身高163 体重48公斤 我之前是拍戏的 然后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被第八播到的一个寻星节目 叫《校园美魔王》发掘的 我已经拍戏有四年了 然后希望有机会尝试主持 谢谢 易契 你试一下那个台词好不好 好 这里 现在就是到易契念台词的时候 欢迎收看我们的《勇闯新世界》 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去哪里玩呢 谁又会是我们的神秘嘉宾呢 话不多说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会往哪里闯 那我们今天会去 星耀张怡的《天空之王》 其实我们昨天才刚刚 送她一个很长的稿 想不到她今天就可以把它 这样蛮顺的背出来 是 有做功课的艺人 又找到准事艺人 你跟我一样 跟你差好远 所以我们这次的挑战 是否会顺利呢 自己看 还好 但是你自己错的地方 自己懂 懂 这代表易契对自己有一种期望在 这个时候就因此看看 易契 你来吧 好 易契 好 你往这里站一下 好 好 如果她读错的话 那你就回答她 好 因为你讲完过后就对 你讲说不好 我是盈盈 我们这一集要去哪里玩呢 谁又会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Cut 你来批评一下吧 这个是她的普遍颜色吗 我们大家今天其实有一点压力 我们今天我们尽力 我们尽一分 我们的音乐节奏很厉害 还会利用易契介绍杀人 可是易契也是很厉害 对 真的 她没有趁火打结 真的没有 所以演员跟主持人是有点不一样 我还好有一点主持的经验 不知道 易契没有 应该是第一次吧 好 Felixin 你试试调难她们两个 尤其是易契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勇场新世界》 我是盈盈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去哪里呢 谁又会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谁呢 我听你说我真的是有一个搜索 我也不懂是谁呢 再多一次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勇场新世界》 我是盈盈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去哪里玩呢 谁是我们的 什么呢 你不能因为我叹个气 看你 然后你的气势就扁下去吧 你就看这镜头就好了 好不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勇场新世界》 我是盈盈 这一集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谁又会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然后 话不多说 我们来介绍今天会去哪里闯 看得出伊西有一直在帮助盈盈 对 不是说盈盈不好 但是在这个事情 我们要盈盈变得不好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 星耀张仪的天空之王 玄得 玄 玄 玄在一地 25米的高空是一条 长达 50米的网步 网状步道 有看到伊西它这种很自然 然后很兴奋的那种气氛吗 这样观众看了才会兴奋 要不然很平均 2D的 然后后面的背景是死的 就完了 好 自然一点 开放一点 大胆一点 声音响亮一点 好 陆选你 拿伊西跟茵茵比较 对 然后讲说 你是 你也是她父母的游戏 我对主持是最近有兴趣 所以想尝试一下 所以在这边想第一次做花椰主持 因为我是你的父母的小粉丝 谢谢 谢谢支持 虽然伊西的父母 是一个很有 就是都很有名 对 但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还是很谦虚的一个 对 而且看得出她很好学 真的 很好学 态度很好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所以看得出 茵茵她的表现会有一点低沉 可能没有这么多经验 不一样 因为主持是不一样的那种想法 茵茵是我的前辈 其实她 她 我在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茵茵教我 我们这边大家的环境 可能我们大家保持一点开开心心 我们就可以 主持是Energy 这个主持人没有Energy 你再试一次 自己试一次 你不要再帮她了 我懂你都在帮她说着 你不要再帮她说着 你给她自己说 她是这样下去的话 就算你再帮她也过不了这个选择 茵茵 现在好 我要你再叫茵茵 试一次 然后她会失败 失败得够是对的 你很生气 你抱着 你想说要做个五分钟 我是茵茵 今天我们会去哪里玩呢 谁又会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因为你读四次了 你读四次了 你还可以同样的几个字给读错 我不可能叫你们来一个选择 然后我选一个主持人 没有能量 低能量 当烤因为甜 我就选择 不 我会要休息五分钟 你拿一些提示 从伊西 当我回到 我们才开始 好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要做我们的终极任务了 Nina 我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她 她也是没有看过 我一定会成功 加油 五分钟 来 你看她 你看她多么的盛世 林依不开心的时候还安慰她 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去哪里玩呢 谢谢 Lina Lina 我们的神秘嘉宾呢 我说一下那个提示的人 谁为什么的神秘嘉宾呢 谁会 谁会 是不是很提醒 我的天 还没想到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看看 你应该是觉得自己很委屈的 可是易熙还是很挺她自己的朋友 她还一直在旁边陪她练台词 我还要是觉得 不可以 易熙有没有女朋友 不要想 为什么 不要想这样 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音乐回去吧 是的 没有错 音乐回去才是真正的噩梦开始的时候 大家 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吧 好 Felicia 现在 你可以回去了 嗯 最后一段时间 好 请不及 她试试了最后一次的时候 对吗 可是又失败 结果你就讲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选Easy好了 你可以回家的 谢谢 好紧张 别兴奋 你看她还在鼓励茵茵 大家好 欢迎来收看这一集的 《勇场新世界》 我是盈盈 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而且谁是我们的神秘嘉宾呢 还可以从高处欣赏新药张仪的景色 音音很会演 很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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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会演戏的人 要演不会演戏 是很难的东西 真的很难 这一次我们的挑战是否会成功呢 请看看 好 我告诉你 单看能量 还有主持的天分 我们选Easy好了 好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参加一天 谢谢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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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男生会联合你 我们被我们的EP吓到 谢谢 谢谢 时间 可以去喝酒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上 Easy好像也不是很开心 对 Easy感觉没有很开心 因为是好朋友的关系 对 好 我们下去了 我们下去了 你好 你好 这其实是 没有 其实我们要选的都是音音 好 选 我走 怎么会这样爽快 我们演戏 好 所以Easy 你觉得我们的二整算是成功吗 成功 我觉得成功 真的吗 真的吗 因为开始之前有点 有点乖乖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音音哪里可以这个程度 人家一哭就 可以了 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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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我其实看到她这样骂我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那么不礼貌 没有礼貌 这样子 是她骗我现在 你流泪这样骗我 好 音音这个人 你要小心 要小心 现在是她流泪 你要知道 流泪 哭吧 去哭吧 会怪你的 所以我们的二整算是 成功 你好 想要看我们更多第二系列 这个是不是第一系列 请到Mewash观看我们的全集 然后也谢谢我们Easy跟盈盈 谢谢 谢谢 你多谢谢 谢谢 谢谢 哈哈哈哈 SWYGA MEIRA SUGAR MELON 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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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garب 快点 等一下